記者朋友和所有關心的夥伴 大家早安好 這是我們《搶救大蘭藻礁》第105次的記者會 自從上個禮拜二 我們宣布要做藻礁公投連署開始 我們就陸續接到很多的朋友傳過來的連署信 目前大概是有一千份左右 那基本數是一千九百三十一份 可是你不能只有這麼多 因為有一些可能資格不符會被刪掉 所以我們目標是要衝到三千正 那我們相信連假過後這幾天會是高空期 我們很有信心在第一階段就衝破 那過關了之後才真正的是艱困的時刻 因為第二階段全國連署的時候 那是需要二十九萬份採購 那如果基本數是二十九萬份 我們想沒有三十五萬份 也是不保險 所以要在這段期間六個月 左右要衝出三十五萬份 那這個時候就非常需要有 我們社會上有名望的這些名人來幫我們藻礁發聲 那也非常幸運非常高興的就是 我們把藻礁的珍貴 把藻礁在環評過程 我們在這個開發的流程裡面的一些曲折的狀況 跟他們這幾位名人報告了之後 他們都第一時間 就應援了今天的這場記者會 所以我們非常感動 我們也期待在這麼多人 有這麼多有心的名人 他們所有的夥伴關心之下 這一場公投聯署呢 可以順利的抵案成功 然後我們利用全民的力量 來翻轉這個錯誤的決策 那今天到場的四位 我先簡單介紹 從我右邊開始 第一位是徐仁修董事長 他現在是光野基金會的董事長 第二位就是我們早年呢 大家的偶像 是體壇名人 那目前呢是台灣公民參與協會的榮譽董事長 他也是榮譽董事長 榮譽董事長 他也是我們前年 東奧正名運動的提案人 所以我們能夠請到他來非常榮幸 覺得充滿希望 激正大學 那第三位是我們觀念在地的 小時候就在藻礁那邊長大的 廖院犯廖院士 是世界肝炎的研究權威學者 那第四位是李偉文醫師 現在的名稱是醫師 那他過去呢我們看到 他現在都還是專欄作家 然後他是光野保護協會 第三屆第四屆就是接著徐仁修董事長之後呢 為我們整個台灣環保界來努力 最本 現在都還是環保志工的徐偉文 李偉文 李醫師 謝謝 阿姜華老師也來了 您要先過去 好 那我們首先呢 就請我們四位來賓 也就是我們今天要為早將發生的來賓 把那個聯署單拿出來 先簽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 因為有個資問題 等一下個資怕洩漏 沒關係 不過要請記者拍照 不是這樣交給我就好 所以先簽一下您的大名 然後等一下呢 再有空的時間再慢慢的寫相關的 以前有 也有些已經有寫相關的 空白的 空白的 我已經寫好了 已經寫好了 那就再用一張空白的 等一下 等一下拍照的時候 你不怕各自外 以前徵婚的時候比較怕 沒有關係 原則上我們遵守國家的 我們來賓們都寫好了 那現在呢 請來賓們就站起來 拿著為我們簽署的這份提案書 提案聯署書 來面對記者 本字這樣拿就有多方便 沒關係 就是這個畫面 好 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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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謝各位記者的方向 感謝我們幾位來賓 請坐下 那首先呢 我就請我們 台灣公民參與協會榮譽理事長 紀政小姐 來為造教發聲 請坐下 請坐下 再記住 再記住 請坐下 還有潘老師 主持人潘老師 還有徐董事長 廖彥氏 還有李醫師 還有我們公約參與協會的何中勳 何理事長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其實今天呢 我真的是非常的榮幸來參與 參與這個大潭藻礁生態園區的這個保護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真的沒有想到潘老師為了 為了要保護這個藻礁 大潭藻礁的 竟然今天是第105次的記者會 我參加過很多的記者會 但是從來沒有參加過第105次的 今天我是第一次的 我覺得真的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那其實呢 同時我也是希望基金會的董事長 我們希望基金會呢 去年的6月9日 我們完成的順時鐘 以2年7個月的時間呢 完成的 順時鐘的 環島的見證 然後我們呢 從今年的4月11號開始 我們是逆時鐘 就是我們宛南走 我們宛南走 第一站呢 是哪裡 是我們從八里區的 新北市八里區的13號國務館 然後第一站就是走走 走到這個竹圍漁港 是桃園的竹圍漁港 那我們第二站是從哪裡走呢 是從竹圍漁港 第二天等於是4月12號的那一天呢 從那一天走呢 他是走到這個 所謂 光陰的這個 那個藻礁的 藻礁的生態的這個園區 那其實 大潭呢 它是它的一部份 大潭的一部份 那 那我們第三次的 環島的見證呢 是5月2號 5月2號呢 從這個觀音的這個 藻礁生態園區呢 就走到新竹的藍寮 藍寮漁港 那其實 當我走過這個 所謂大潭的這個藻礁那一片的時候啊 它那一片整個這管啊 這管 我看的時候 我覺得 哇 真的是 我覺得真的是不可思議 我為我們台灣的這個 藻礁有這麼 廣闊的這個藻礁呢 我感到 非常非常的驕傲 你看 既然是 它是生態 你生態的話 你就要保護 你生態的話呢 你就要去 去保育它 就保護它 要去保育它 然後呢 各位 它是教育喔 它是教育的園區喔 既然是教育的話呢 它就是說 告訴我們 它是要留給我們 世世代代的 後輩的這個子孫的 後輩子孫 所以呢 今天 我就是要來 跟各位分享 既然大潭的藻礁 它是生態 它又是 教育的園區 那我們呢 只要保護 要保育 然後我們呢 更需要 把這個 廣闊的這個藻礁 要留給我們世世代代的這個 後輩子孫 所以以上呢 是我今天要來 跟各位分享的 我個人對於 大潭藻礁的一些看法 跟一些意見 以上 謝謝 謝謝紀政小姐 對藻礁的關愛 給我們這樣的呼籲 那也期待呢 我們全民一起來 為藻礁公投 做聯署 那接下來 我請我們 李偉文 李醫師 也是我們環藝保護協會 第三 第四屆的 理事長 長期呢 都關心我們環保議題 各位前輩和各位朋友 大家早安 因為不好意思 因為等一下有事要先走 所以先發言 不好意思 其實關於藻礁 為什麼要保存 為什麼要公投 我想資料上都顯然很清楚 我個人上一直有一個困惑就是 其實這件事情明明這麼單純 政府就可以做決定的事情 為什麼要老是動眾 這樣子的 耗費這麼多的資源 我個人是一個很困惑 所以我想給政府兩個建議 第一個是 請說實話 第二個是 面對現實 請說實話是說 明明替代方案都有 讓人家覺得過去資料這麼清楚 我想給大家看資料表 這麼清楚 基本上沒有什麼困難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要耗費這麼大信力 是有什麼難言之語嗎 是不是請政府說實話 然後第二點是 面對現實是 其實政府不要以為說 哎呀 這這麼一小群人 相對龐大的經濟利益來講 這麼微不足道的個人或團體 哎呀 呼籠一下就過去了 所以 可是我想請政府面對現實是 其實歷史上的改變都是 一群或是一個欺而不捨的人 持續貢獻 持續堅持來改變的 所以其實政府不需要 真的是 不要小看了 像潘老師這樣子 這麼執著 這麼堅持的 我想就是 希望政府要接受現實 但其實真的 就我自己有很深刻的經驗是 當年熱身療療院的保存的時候 把那個政府都事事實淡淡說 完全沒有替代方案 絕對要把熱身拆掉才可以 就撐了好多年就 還是一樣沒拆就蓋完嘛 所以基本上我一直覺得說 政府都有很多難言自己不肯講實話 所以我想 今天也許透過這樣的一個記者會 或這樣的一個呼籲民眾 希望政府能夠說實話 然後接受現實 謝謝 謝謝 謝謝李醫師 還有要事要先離開 謝謝 接下來我要請我們 歡迎在地長大的 中研院院士廖院範廖院士 他對藻礁其實非常深刻的 親身體驗 今天他為自己家鄉的 這個命途來為藻礁發聲 請 謝謝 謝謝凡老師 我為環保的前輩 都比我年輕人 但是 就會沒有朋友 我今天來是我的義務 因為我是在地人 我是觀音在地人 從小就在海邊玩的時候 一退朝一定看到的 那個時候並不喜歡藻礁 黑壓壓的一片還會刺腳 用力打刺腳 所以我們有一個 很不好聽的名字 叫做歐羅捕薩 有沒有 歐羅捕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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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好的名字 大概十年前 潘老師 我叫他潘吉哥德 像唐吉哥德一樣 為他藻礁 奔波了十幾年 他不是觀音人 他落地深蹲變成觀音人 他為了觀音這樣呼籲 所以我受他的感召 這十年來他的活動 我能參加有空 我盡量參加 那我另外一個身分是 我是醫師以外 我是做研究的人 所以我看到中研院 包括中研院等學術 很嚴謹的科學研究 所以我這一塊腳 只要有七千年以上 那是全世界來看 是少有的 地景以外 是一個非常深入多樣性 那些很活躍的 深入活動的一個場域 那陳昭倫老師說 他裡面還有很多東西 才開始 他才送了一個 國際上的很多文書 才開始有研究 這個研究 一定領先全世界 用別的地方 沒有這樣的一個場域 讓他做研究 那漂亮以外 然後大家假如有看齊柏林的 看見台灣的電影 就會看到一片 紅色的關於海岸 紅色的一個藻礁 它說像我們紅寶石一樣 那台灣是一個 不算很大的 國家 遊戲發展當然非常重要 所以環保意識這麼多年來 通過發展 最後才有非核家園這回事 那現在為了非核家園 要來破壞藻礁 這個是很矛盾的一件事 那我個人是 那2018年大家只要記得的話 深奧電廠通過環評 抗醫生的事情 我們偉大的賴院長 居然說 假如觀音藻礁通過環評的話 深奧我可以放棄 意思就是說 深奧跟觀音藻礁是可以互相替代 所以觀音藻礁絕對不是不可替代 但是假如是你破壞了以後 就永遠沒有辦法回覆 這個七千年的很珍貴的 全世界少見的一個寶貴的紅髮石 你破壞了就一去不服法 那去年 就是2018年那一場環評 非常荒謬 連續四個禮拜 開不成再開 連續四個禮拜 我們提出替代方案 要他回去研究一個禮拜後 又看不可能 研究怎麼可能一個禮拜 然後甚至還派出政暴部隊 這麼溫和的 抗爭的繁體居然派出政暴部隊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 我覺得這個政府是很荒謬的 那雖然我們為了台灣的前途 我也一度支持蔡總統 我也是不行一度 但是我不肯再贊助 為了攀雞哥哥的行動 所以本來我要領銜 做後援會的 要求我說對不起 我為了要看老師 我不能站出來 所以我沒有站出來 最後我們要站出來 所以我希望這些事情呢 最好我們的政府 在我們公投 提出公投以前 就宣言了 因為最近有在談 那希望他能夠宣言了 那希望諸位 美女朋友 深入的去發掘這個問題 報導 然後讓政府能夠及時的行動 那我們就不要那麼麻煩 再去推公投的事情 那角入部呢 我們只好可以退下去了 那謝謝 謝謝廖院士 謝謝廖院士 院士就是我們官員家鄉人 他對藻礁有非常深刻的記憶 那這一片呢 是我們將來子孫呢 要依存的 永續的環境 我們也期待呢 院士這麼 語重心長的呼籲之後呢 政府可以正事 那接下來 我請我們 荒野基金會的總製長 楊仁修 楊老師 來幫我們 為掃票發表 我剛剛看到這本 《大潭掃票》 不要說再見 我1987年出了一本 才是台灣第一本 而且是比較大本 文字跟色語 紀錄台灣的 我去年出了最後一本 《台灣最後的荒野》 大概對台灣的這些東西 我走 真正走了四十幾年 所以不要說再見 我1987年出的那一本書 叫做《台灣不要跟我說再見》 看到這個 所以我看到這個 結果 經過這麼樣的 三十三年之後 那個聲音到現在還是到處出現 為什麼 因為太多地方一直跟我們說 goodbye 所以我看到真的是 有一點感覺說 我們台灣到底進步什麼 教育那麼普遍的結果是如何 所以剛剛李偉文說 請政府說實話 全世界沒有說實話的政府 你放心 你一看川普 今天他們不說八道 來看看對岸那些 恐嚇什麼都來 那我們這邊小國 怎麼可能有什麼真實的東西 但是有些東西 我們必須要了解一個 我們常常被經濟學家恐嚇 說台灣的經濟怎麼樣 一下又被韓國超越 前天在恐嚇我們 那個背後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看到那個 我覺得說 你以為台灣人真的這麼無知嗎 他說韓國已經三萬四萬了 平均所得 台灣還是到三萬怎麼樣 我說你看到蘇慕之冷冰冰的 代表什麼 我說台灣的年輕人都還是非常的努力 但蘇慕說他還是很快樂 看看韓國的 你看他們的自殺率 看他們依附在大企業之下 那種過程到真的是沒有自己的日子的時候 你說你給他再加 後面加一個零他還是不快樂的 所以最近我一個好朋友從布丹回來 因為我去過 所以我跟他們聊天 這麼多年 布丹還是差不多老樣子 唯一的是他們的衣服 曾經為了要不要讓牛仔褲進到布丹炒了很久 後來還是沒有進來 所以我們從這裡去看到 布丹人的生活所得很低 可是他們真的很快樂 很滿足 不過我們天天被恐嚇 我說今天你這樣子的數目字 就是再加一個零又怎樣 剛剛在外面也碰到人家在募款說 你們捐一點錢 讓我們偏僵的孩子可以吃飽 我嚇一跳 我說還有吃不飽的嗎 那個原因是什麼 我們政府在做什麼呢 為什麼還是這樣的狀況在出現 我們的慈濟哪裡去了 我們不是去非洲救了很多人嗎 所以這些東西 我覺得這個世界裡面 讓我有點非常的矛盾 到底我們在追求什麼 你要政府 你如果不是問問說 到底人民追求的是 經濟數目字還是幸福程度的時候 那我們就天天被操弄 這個是我覺得 我們真的要面對的一個東西 否則的話那個 經濟學家天天恐嚇我們 好像我們好多人 明天就要餓死一樣 或者是明天我們都經濟崩潰 我覺得很奇怪 我跟我孩子講 為什麼 說我們台灣經濟不好 一走出去滿街都是名車 你去看看 你隨便一數 我有一次走還是很鄉下的地方 那個假日的時候走過去 我站不到半個小時 二十幾部賓士跟 那BMW我還沒有算他 因為有些車我認不得 所以我只認著賓士那個底下 我以前認為他是叫做玉樓 因為很近似啊 所以我覺得 第二好 我們在這麼重要的一個地方 而且有很多的替代方案 不是那麼困難說 辦不到的事 可是為什麼政府一直 一直講那個地方 要不要在哪裡 那我就要問 到底誰在這個地方 建下去誰獲利 目標很清楚 誰會獲利 我們去查一下這些 那些土地的隸屬 以及在這過程中 所以他會賺錢 我們應該去看看 哪一些明代跟這裡有關係 為什麼明代都沒有來關心 這樣的地方 那我們要不要把 在選舉的時候 真的是要把這些實態來講 因為他是我們選出來的 可是真正我們需要的時候 沒有這樣子的出現 所以這個就是說 我們不只要針對這個寶教 本身說他的價值有多少 因為這個是見仁見智 除非你有一點知識 或者是你對地球公民有一定概念 你可能他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就像要認識這樣 我那個小時候我也在那邊過 因為我的一個離帳 我暑假都會去到哪裡玩 喜歡到海邊 因為我是河跟山的孩子 去到那邊就很稀奇 可是才知道不是那一回事 走進去出來 滿腳都熱血 因為那個如果石上面很多 包括疼苦都是嚇死人了 可是今天我們已經知道他對於台灣生態 台運地球生態那麼重要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還是不會用另一種角度去看他 我們竟然還是用很短暫的經濟來看他的時候 我就發現了一件事 人類的影子 我們常常是短期的獲利 可以讓這個國家長期是虧損得一塌不足的 我們都一直無法明白什麼叫做 以台灣過度開發 人口那麼密集 我們真正需要其實是大自然 我們身邊需要多一點的大自然 收入多一點的荒野 所以當時我成立荒野保護協會的時候 那是1995年 人家問問你為什麼用荒野這兩個字 荒野這兩個字的意思非常深刻的 荒野是真正大自然裡面 不受人干擾的一塊地 一片大自然是荒野 荒野同時也是一個抽象的觀念 我們講說 這個荒掉了 這個怎樣 荒野 為什麼會有荒野這兩個人類的偏見 因為我們是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他 才有荒野 那對大自然哪裡有荒野 你說沙漠是荒野嗎 我在沙漠待過 荒野晚上你出來看看 沙漠裡面的動物有多少 所以我們一直用人類的經濟角度 來看待大自然的時候 告訴你大自然真的是會一直被破壞下去 所以我認為我們沒有重新去看待自己國土 沒有看待我們的國民生活 看待下一代未來有怎樣的環境的時候 告訴你今天大團爆交 那明天可能哪一片森林會怎麼樣 那個真的是你很難去抗拒那個金吞蠶食 那個金吞蠶食的背後 通常都存有非常龐大的利益 開發集團 財團 他們都打得非常好聽的名字下去 但是各位損失的 反正我這一代我損失都看不到 哪一天上帝都隨時說你可以回家了 我就走了 可是我依然在 為什麼我還在做 我這兩年我跑非中 跑到東東飛一直跑到馬達加斯加 我跑中南美 跑那麼多趟 那婆羅洲我去了30次 我一直在做一件什麼事 我要替台灣人關心熱帶雨淋 台灣人去很多地方都被人家罵 我去Costarica 你們來做什麼 你們來沒有好處 你們的移民來抓我的疫苗 你們的生意人來賣我們的東西 都是賺我們的錢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餵他們的 我去澳洲的時候 他說你們台灣人很多移民到我這邊來 你們把自己的大自然破壞完了 然後來享受我的大自然 所以像這些東西 我們應該都好好去做 而且作為一個 向全世界賺錢的台灣 我們是不是也要關心 你在關心世界的時候 我們自己腳下在被破壞的時候 你怎麼辦 所以關心藻礁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真的重新看待它的機會 反正是現在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許董事長 女眾欣賞 她走過很多地方 知道我們腳下 真的是非常珍貴的地景和生態系 我們現場來了立法院時代利利安黨團的 陳家華成委員 我們都知道她是台灣環境的媽祖婆 到處去生源 她現在也幫土地徵收戶在努力 我們非常感動的是 這幾年包括環境的過程 陳委員都一直陪伴著我們 今天她也特地來到現場 我們請她為招交發聲 謝謝 那位先生請 大家要早 針對民進黨政府 我在進立法院之後 我深深感覺 你叫她做什麼 很多她不願意做 保護藻礁 保護農田 保護濕地 保護山坡地 我們看到民進黨執政 而且過半的執政 我們看到環境破壞的越來越嚴重 那剛剛各位先進都有提到 民進黨是可以做的 民進黨政府是可以做的 但是他們跟我們越離越遠 我們看到一個綠色執政標榜綠色 但是思維卻並不是綠色 為什麼 我們知道生態跟經濟是一體的 有生態才有經濟 有藻礁才有豐富的理產 才有健康的生活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看到民進黨執政 在立法院在第十屆立委 這一個國會 我們看到他們還是一樣 就是不願意聽人民的聲音 像這次臨時會 我們看到立法院門口 還有在進座抗議的 這個人民團體要陪審制 但是民進黨連把時代力量 有陪審的議案都不放進去 都不願意一起審 這個是讓我非常痛心的 那藻礁也是 所以藻礁這個豐富的生態 真的需要大家一起幫忙 感謝各位先進 我們看到名人呼籲全民連署藻礁公投 希望大家聽到名人發聲了 這個台灣這個社會 並不是那麼健康 很遺憾 真的是需要更多名人一起站出來 也希望廖院士 姬正小姐 許董事長 帶領更多人 不只是名人 我們希望全民一起來支持藻礁 希望藻礁公投成功順利 謝謝 謝謝陳委員長期的關心 他的呼籲 我們也期待全國人民來響應這個連署活動 最後我請在整個我們要做藻礁公投的過程裡面 一個真正的幕後的推手 也是台灣公民參與協會 現任的理事長和中勳 和理事長也來為藻礁說幾句話 各位辛苦 我簡單的說明一下 主要是在2017年到2020年 潘老師的搶救早教 有四次到總統統跟蔡總統見面 那麼四次見面 潘老師三次跟總統見面 到今年的6月4號的第四次見面 蔡總統還知道說很多的資訊是被蒙蔽 那也要求李俊毅副秘書長來盡快的展開溝通 那麼所以在6月4號跟蔡總統見面之後 在6月18號 農委會就開了專家會議 那麼在前兩天呢 李俊毅副秘書長也到潘老師家去做溝通 可是那一次的會議當中 還是有很多資訊不透明的地方 所以當時的主持人 就是農委會主委陳主委跟副秘書長 李俊毅副秘書長也承諾 再開第二次專家會議 不過從6月18號到現在6月30號 以及12天 那當然在12天當中 民間團體就決定要發起公投聯選 但是發起公投聯選選 並不代表總統的承諾應該要跳票 所以我們還是呼籲農委會這邊 儘速了再召開第二次的專家會議 那搶奏藻礁的時間有很大的急迫 為什麼呢 因為明年的那個8月28號公投日 如果要趕在明年的8月28號公投日 就必須要在明年的那個3月28號之前 完成所有的聯署工作第二階段 那你要在3月28號聯署往前推辦理 那就是9月27號最慢最慢 9月27號要啟動 你才能夠在那個半年內完成 但是呢公投提案 公投提案順利兩個半月會有結果 不順利會拖到4個月 4個月到5個月 所以變成說呢 如果那個我們的公投被技術性的處理 它就會拖到4個月到5個月 甚至可能也不一定會成案 但是不管怎麼樣 可能我們這個搶奏藻礁公投 如果有順利進入到第二階段 沒有大家所謂的半年 可能4個月就要完成 所以難度跟門檻更高 但是我相信那個潘老師的決心 跟大家部位找教的決心 因為我們台灣早年 都幫到90年代的反七青 保護黑面皮路 因為我的故鄉 那個時候我有參與 然後到推動非和家園 還有仿佛光石化呢 搶救白海豚 還有到屏東的阿朗伊古道 我們季節也有參與 然後甚至呢 到後灣的路線都救下來了 所以連那個最微不足道 大家覺得不什麼的路線 我們都能夠保貴成功 那代表台灣的環境運動 那個是沒有那麼對觀的 是公民的力量 如果願意站起來的時候 都有改變的可能 那麼藻礁當然 這個議題呢 對大多數的人來講 是蠻陌生的 可是經過潘老師的努力 三年的努力 我們也發現非常多珍貴的 冰臨物種 也都在藻礁這個地方發現到 那就是說呢 老天爺呢 是攜帶了台灣能夠 透過這個行動的力量 來扭轉了環境意識 而這個扭轉呢 不只是對台灣 甚至對中國 甚至對很多華人世界 甚至全世界都很有指標性的 像我們今年 我們這次的那個 武漢肺炎 的那個肥土成功 那就證明說 台灣很多時候 是可以做世界第一 包括我們的濟震大姐 早年就是為我們 台灣創造世界第一 因此我覺得 搶救藻礁絕對是可行的 那麼今天 雖然這麼早 我們社會明年就站出來 那代表說呢 未來會有更多的 有理想的人會站出來 那麼我們也期待 因為只剩下四天 四天還要充兩千份 四天要充兩千份 不難啦 但是如果大家都覺得 只有心靈支持 沒有行動支持 那就真的很難 所以我們還是呼籲呢 最後四天 如果你真的願意 用行動來搶救藻礁 就直接上網下載 直接寄過來 否則那個 只有轉貼 臉書轉貼 是很有限的 因為四天要拼兩千份 說簡單很簡單 說難還是有點門檻 所以我們還是 充滿對台灣充滿樂意 充滿信心 然後環境運動呢 所有的政黨 都會利用環境運動 來依附這個議題 而取得政權 但是呢 也可能會因為 背棄環境的議題 而被人民唾棄 這個 所以我們 在這邊 因為我今天主要 中小是四位 那我就是把 這個公投的時程 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還是呼籲 政府呢 是去進行對話 第二個呢 搶救藻礁呢 時間有它的壓迫性 必須要趕快的行動 好 謝謝 好 謝謝何忠勳和老師 這個推手呢 其實一直都是台灣公民運動的推手 那這支藻礁也從它幫忙 我們期待呢 全民呢 一起來響應這個藻礁公投 讓我們這珍貴的藻礁呢 可以讓下一代永續利用 那最後我們是不是把這個標語 請問一下 你再跟他講 好 來 神力也一起 剛好有六片 好 我 你解釋 你解釋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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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名 情信 選名 成名 招銷繭 碎 對 解釋 這樣整個同意 好 OK 我們 撞銷公投 大家來 造交公投 全民公絕 Maria 這盞 forum 全民公絕 好 謝謝各位記者 謝謝各位來賓 我們希望藻礁真的可以在大家的觀金呼籲之下 最後可以復絕談功 謝謝 謝謝 我們帶一些人去 可是只有大概7月2號之前 記得